我是背影塞给江金岩的未婚妻 被她百般嫌弃 只因她有爱而不得的人 结婚那天 我跑到了国外 三年后回来 却听说江家少爷 因为那个逃跑的未婚妻 迟迟未婚 我又一次被江金岩放鸽子了 一个人在偌大的高级餐厅里 等了一个多小时 我提前点好的一桌子 美味佳肴 从热乎放到凝油 我咽了咽口水 看着微信上未被回复的信息 默默叹了口气 今晚的约会 是被我妈硬拉着来的 她甚至让我假装 很热情地约上江金岩 说结婚前要多和她培养感情 成为江金岩的未婚妻 不过是那晚我的姐姐 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求我爸妈 说她已经有喜欢的的人 让我代替她嫁给江金岩 顾瑶从小身体弱 儿时还得过一场大病 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 所以爸妈很宠着她 平时她想要什么都随了她的意 这次自然不例外 只不过要牺牲我的婚姻 去成全顾瑶和她的爱人 而这个江金岩早就有喜欢的人 我还听说她现在还留着信物 在找那个女人 富家子弟却意外痴情专一 所以面对我时 她总是表现得很嫌弃厌恶 和我多说一句话都不愿 可她不知道 我也是被逼的 从小到大 我都活在姐姐顾瑶的影子下 她比我漂亮 比我出众 比我受欢迎 父母给她的疼爱 比我多得多 解决完一桌子的菜 我摸着吃撑的肚子 结账走人 走出餐厅时 就看到江金岩 靠在车门前冷冷地望着我 眼里除了反感 再无其他情绪 上车 她眉头紧锁 说话带着命令式的语气 见我迟疑 她不耐烦地补充 半小时候 我还有一个重要会议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我瞬间反应过来 她估计也是被父母硬逼着来的 坐上江金岩的副驾驶 隔着一小段距离 我都能感觉得到她身上的怨气 我捏紧手中的背带 平住呼吸 等着她的冷嘲热讽 订婚半年来 我和她见面的次数 屈指可数 每次都是不欢而散 而她也总是对着我冷言冷语 把我当成硬要嫁给她的便宜女人 但她不知道 我有多不愿意和她结婚 甚至在计划着一场逃跑 车子停在一个红绿灯路口 江金岩冷冰冰的声音 打破车内江宁的氛围 我还有事 前面那个路口 我放你下车 你自己走回去 不等我说话 她就将车子开到路边 随后那双没有感情起伏的眼眸 无声地盯着我 仿佛在赶我下车 本来我就有喜欢的人 我想过今生非她不娶 如果你想和我结婚 就别想能和我过上 普通夫妻的生活 她靠在驾驶位的椅背上 目光转向窗外 我咬着嘴唇 没理会 下着绵绵细雨 我就这样倍感下车 我握紧拳头 看着那辆扬长而去的麦巴河 再忍忍 等那笔钱到账 我就离开这里 回到家时 我已经浑身湿透 刚刚走到半路 雨势变大 我根本找不到躲雨的地方 只能一路跑回家 我姐看到我这狼狈的样子 惊呼出声 瞧瞧 你怎么临成这样 我妈闻声走来 见到我的模样 紧张地问 姜金言没有去吗 我克制着发抖的身子 将鞋子脱下 回答的声音都在发颤 她去了 我姐在一旁不满地嘀咕着 她人怎么这样 都不把乔乔送回家 我越过他们往房间走 身上的水渍打湿了地板 乔乔 要不要我给你煮碗姜汤 我姐在后面问 我拖着冰冷的身体往前走 并未回应 她总会在父母面前 假意关心我 又会自私地要求我 做些有利于她的事 顾乔 你姐姐在和你说话呢 没听到吗 我反锁房间的门 将我妈的责怪声 隔绝在外 整个人无力地坐在地上 我拿起手机 给那个人发信息 钱什么时候能给我 很快 那人便回了信息 一个星期 我投靠着门板 望着天花板 勾唇冷笑 一个星期后 就是我和江金岩的婚礼 为了逃离这里 我投奔了江金岩商场中的竞争对手 陈进展 他答应借我钱 帮助我出国 让我离开这里 但我知道 他的目的不过是想搅黄两家婚事 我们之间就是各取所需 昨晚离了一场雨 导致我感冒了 今天是和江金岩一起去挑婚戒的日子 我在家楼下等了一小时 江金岩的车子才缓缓驶来 我裹紧大衣 上了副驾驶 两手被动得僵硬 江金岩一身高定的深色西装 脸色紧绷着 从我上车到车子启动 全程未出生 只不过 自我上车后 他就将车内暖气开起来 期间没忍住打了个喷嚏 他这才舍得施舍一个眼神给我 还冷吗 他语气僵硬地问 我吸了吸鼻涕 还好 不冷 随即内心忍不住翻白眼 害我感冒的人 不就是他自己 但我还是将所有情绪隐藏 不打算和他多说什么 挑选婚戒时 也不过用了15分钟的时间 我随便指了一个 江金岩连价钱都没问 直接让服务员包起来 毕竟不是自己喜欢的人 他也不愿意浪费过多时间 我故意选了个鸽子弹 一般大的钻石戒指 虽说这戒指 我以后不戴 但我出于报复心理 就是想让江金岩多花点冤枉钱 选完戒指 江金岩接了一个电话后 便匆匆离去 我站在路边 准备自己叫车时 一辆黑色宝石结停在我身边 车窗缓缓摇下 露出那张俊朗熟悉的脸孔 是沉浸展 双方对视一眼 未等他开口 我坐上了他的副驾驶 戒指 买了 他瞥了一眼我手中的袋子 语气也鱼 下一步就是挑婚纱了 我系上安全带 看着他笑意浅淡的脸 你故意拖到最后一天 不就是想给江家一个大惊喜吗 他轻笑一声 我就是想看场好戏 我扭头望着窗外 心情恍惚 再过几天 我就能远离这里 远离那个压抑的 让我喘不过气的家庭 你不会食言吧 我回眸 对上那双隐隐含笑 又带着探究的眼眸 陈进展脸住笑意 恢复一贯高冷的神情 启动车子 我说到做到 陈进展没有食言 婚礼那天 我拿着他的钱 坐上了出国的飞机 上飞机前 我丢掉了手机 阻断家人 能和我联系的所有可能 今天 江金言不用娶 自己不喜欢的人 我也不用牺牲自己的未来 成全我姐 顾江两家的这场联姻 就这样成为了 所有人眼里的笑话 陈进展不仅借钱给我 还为我提供了差事 让我在他国外的分公司上班 他说 怕我借完钱跑路 得在他眼皮底下工作 三年来 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里 想要在那里 谋得一席之位 我也靠着自己努力 默默往上爬 职位越升越高 只是我没想到 三年后回国办事 看到关于江金言的新闻 是江家少爷 未等逃婚未婚妻 至今单身未婚 我回国 是为了谈一个项目 但我没想到 会碰上江金言 就在酒局结束时 我已经喝得六分醉 揉着太阳穴 往大厅门口走时 就见江金言 被人扶着走到门口 倒在柱子前 身形不稳 显然是喝醉了 我立马顿住脚步 醉意被这偶遇驱散了大半 他那个未婚新闻 我是今早看到的 我并不相信 那个曾经 对我冷眼以待的江金言 真的是为了我三年未婚 很有可能就是 他等初恋的借口 顾乔 我想往回走时 却被一道声音叫住 回头时 两道无法忽视的目光 停留在我身上 一道是喊我的沉浸展 另一道则是来自 原本最久的江金言 隔着一段距离 我都能感觉得到 他眼里的震惊 我捏紧手中的包带 还是选择 硬着头皮往前走 我无视江金言的目光 走到陈进展面前 咬牙切齿 你故意的是吧 陈进展微斧着身 以一种暧昧的姿势 凑在我的耳边 回国了 你们早晚都会碰面的吧 我想反驳 最终还是忍住 拉着陈进展的手 往停车场方向走 刚下飞机没多久 我就参加应酬 现在已经是身心俱疲 不想多花心思 应对江金言 没走几步路 我的手腕 已经被一股力度攥住 回头就对上江金言 略带怒气的眼 顾乔 三年前你逃婚 就是因为陈进展 说话间 他握着我手腕的手 在逐渐加大力度 我皱紧眉头想要挣脱 却挣脱不开 只能先松开陈进展的手 没等我回答 陈进展就先一步 拉住江金言的手臂 松开 他冷冷吐出两个字 江金言不满地看着他 你是以什么身份护着他 陈进展微微勾唇 以他的上司的身份 他一字一句地重复 松手 你弄疼他了 一番僵持下 江金言冷笑着放开我的手 我揉着发疼的手腕 平和道 我不知道江少爷这么生气是为何 当时你和我都是被迫联姻 你也不愿意娶我 我逃婚后 你就可以不用娶自己不喜欢的人 我也不用牺牲自己的婚姻 不是吗 江金言难以置信地皱紧眉头 所以我应该感谢你 是吗 我垂下眼眸 没有回应 走吧 陈进展牵起我的手离去 江金言一动不动地站在后面 脸色冷得可怕 上了车子 我无力地倒在座位上 将车窗摇到最下 冷风充斥着车内空间 寒冷使我的大脑清醒了些 回国我就想过会碰面 但我没想到这么快 也没想过江金言的反应会这么激烈 大概是对于我逃婚 害他沦为笑柄的事 还耿耿于怀 自尊心那么高的人 怎么会接受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座位上闭目养神时 陈进展的声音传入耳朵 这次打算在国内待多久 我睁开眼眸 盯着窗外倒退的绿化带 脑海里浮现三年未见的家人们的脸孔 他们见到我 只会对着我指责臭骂吧 下目谈好 我就走 家人也不见吗 我摇了摇头 见了我 他们也不会开心的 我没想到陈进展会送我到他的公寓 并和我说了他公寓的密码 什么意思 我下意识往后靠 心里提起几分戒备 陈进展靠在驾驶位 食指敲着方向盘 这段时间你就住我的公寓吧 行李我已经让人拿上去了 似乎看出我的紧张 他继续补充 放心 这间公寓我本来是打算买来送人的 没去住过 他替我打开车门 我扶着门边下车 中途却因高跟鞋崴了一脚 整个人向前倾倒 下一秒 腰已经被一只大手抱住 扭头就对上陈进展 墨色的眼眸 坠着路灯折射而尽的光点 眼里倒映着我的脸 他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 直到我喊他的名字 他才像回神一般 将手从我的腰间移开 后退了几步 最后他留下一句早点休息 便驱车离开 临走前 我能察觉到他眼底的一丝慌乱 一点都不像他平时腹黑的老狐狸形象 这三年来 我几乎隔几个月就能和陈进展碰面 和他一起应酬时 他总能轻松自若地调整自己的状态 面对各种各样的人 待饭局结束 他就会卸下那副亲切的笑脸 面无表情地向我分析这些客户 几乎是一刀见血 命中要害 基本每个客户 都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所以相处下来 我对于陈进展 是敬重又想远离的心理 他看人太精准了 我觉得自己的任何心思 都能被他轻易看穿 无所遁形 导致除了工作以外 日常生活 我基本不和他联系 和他相处 太有压迫感了 隔天解决完事情 走出公司电梯 就看到江金言 坐在一楼大厅的座位上 目光冷冷地放在我身上 他一步步朝我走来 直接钳制住我的胳膊 不给我逃跑的机会 我被他带着塞入车里 你想怎么样 我反问他 江金言侧身朝着我 目光极具侵略性 不停逼视着我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 就策划着逃婚 我深吸了口气 实话实说 没错 从被我家人 逼着和你结婚的那一刻起 我就想着逃婚 我不想牺牲自己的婚姻 去为他们获利 我从一开始 就不是出于喜欢你 才成为你的未婚妻 我不过是被家人 硬推出去的 原本要和你结婚的人 是我姐 不是我 呵 江金言冷笑 那你也挺会伪装的 骗过所有人 在结婚当天逃跑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被人 如何嫌弃 就因为你 我被人看作笑话 我挑眉 那你不也是 打着因我未婚的名义 在等自己喜欢的人吗 你不也利用了我 江金言垂下眼眸 一时间陷入沉默 所以你不打算 再见你的家人 这是不劳江少爷 你操心 话我也说完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希望之后 你不要再用 为了我的理由 逃避家里的催婚 我担当不起 这么重的罪名 没等江金言回复 有人走到车窗前 敲了敲 我摇下车窗 就见陈进展弯下腰 与我对视上 聊完了吗 我还未出声 他的手已经伸到车内 将车门打开 走吧 待会要和客户吃顿饭 沟通下合作的具体事宜 我下车 回头看了一眼 脸色难看的江金言 迟一间 手已经被人牵起 带着往前走 手还能感觉得到 他掌心的温度 我将目光放回 陈进展身上 他头也不回地走着 我竟能从他的背影里 感觉到一丝稚气 大概是错觉 这场饭局 进行的并不是很顺利 提起合同时 对方总会转移话题 拿着一杯又一杯 盛满的酒杯 递到我面前 只不过喝了几杯后 陈进展似乎看穿了 他的意图 递来的酒都被他截糊 几个回合下 客户有些不开心了 陈总 你怎么回事 我给顾桥的酒 怎么都让你来喝 陈进展妈撒着杯盐 唇角清沟 眼里却并无一丝笑意 他故作歉意道 抱歉了 张总 顾桥今天是带病工作 我身为上司 不可能不把 尽职员工的身体 不当回事 今天 我们就适当小拙 文言 张总的脸色 我缓和了一些 目光关切地看向我 顾桥啊 你事业心重 也要注意休息 说完 他慰问似的 轻拍着我 放在桌上的手 我藏着反感的情绪 继续笑脸相迎 好不容易结束饭局 跟着陈进展离开 他却突然转身 垂眸凝视着我的左手 他起唇冷声道 手去洗洗 我脑子一时反应不过来 洗手做什么 碰到脏东西了 我缓了几秒 才听出陈进展话里的意思 以往陈进展 带着我出席各种场合时 碰到那些私生活 混乱完北花的 都会适时提醒我远离 保持适当距离 这次 估计是我中奖了 我老实地跑去厕所 仔细清洗自己的手 坐上副驾驶时 陈进展突然拿出一瓶 消毒喷雾 往我手上喷 我嘴角抽动 是不是太夸张了点 你不嫌弃 我嫌弃 今天 他不是来谈工作的 是冲着你来的 陈进展冷声嘲讽 我心底起毛 这段时间 我可能还要经常性 和这个张经碰面 以后避免两个人单独相处 如果他约你 就叫上我 我看向陈进展冷淡的脸 勾唇轻笑 谢谢你 如果不是他 我大概现在 就是嫁给江金岩 从火坑跳到 另一个火坑去 他紧皱的眉头 逐渐舒展开 语气有了一丝温度 剩下的工作 明天再说 我先送你回去 我没想到 再次见到自己的姐姐 是在商场的洗手间 透过镜子 我看到顾瑶 瞳孔张大的震惊脸孔 没等我反应过来 他已经朝着我冲过来 双手颤抖着 握住我的手臂 顾桥 你怎么在这里 三年未见 顾瑶面容精致不少 倒是有几分 阔太太的模样 我也听陈进展和我说过 他和喜欢的人结婚了 婚礼举办得很隆重 陈进展也出席了 还拍了张照片给我 顾瑶一袭白色婚纱 勾着喜爱之人的手臂 笑容明艳 跟我回家 顾瑶拉着我的手往外走 我挣脱开她的束缚 往后退几步 姐 我有事 现在没办法跟你回家 顾瑶满眼不可思议 离开的这三年 你就没想过 爸妈过得怎么样吗 你知不知道妈 因为你吃不好睡不好的 整个人都消瘦了 你呢 三年都没想过回家 见一下爸妈 姐 我要是回家 爸妈 不会关心我过得怎么样 只会指责我任性 要求我嫁给江金岩 为他们牟利 不是吗 我冷静回答 顾瑶看我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陌生人 顾桥 你怎么会这么想爸妈 他们都那么关心你 等我这阵子忙完 我会去见爸妈的 你先不要 和他们说 说完 我继续往前走 顾瑶依然拉着我的手 叹了口气 你好歹和我说一下 你住在哪里 还有换的手机号 无奈之下 我说了自己的住处 和电话号码 顾瑶才肯放我走 临走前 他依旧是在指责我 说我不辞而别 做事不成熟 不提前沟通 任性妄为 可他不知道 我的沟通 换来的是他们强硬的要求 从前顾瑶就不理解 我为什么总是跟我妈的意思反着来 她想要我选的大学 想要我读的专业 想要我就职的工作 我全都顺着自己的意思来 因为我知道 我自己想要什么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所以当他们为了成全我姐和她喜欢的人 选择牺牲我时 我就想方设法 想要逃离这里 而时计时起 他们就总要求我让着姐姐 她不要的东西 不喜欢的事物 就会要求我接受 我和她的生日 只隔了一天 但他们只会为顾瑶 精心筹备生日会 为她准备她喜欢的礼物 而我的生日 在后面的一天 没什么特殊的庆祝仪式 仅仅是我妈当天 带我去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礼物 连费心都不愿意 搬新家时 顾瑶心仪的房间我不能选 顾瑶喜欢的衣服 我要让 就连身边的朋友 也和顾瑶越走越近 逐渐疏远我 唯一一个在大学时 结交到的好朋友 也因病去世 有时我在想 我到底输顾瑶什么 大概是没她那温婉可人的长相 善于交际讨人喜欢的性格 还总会说让人开心的话 所有人都羡慕 我有这么个优秀的姐姐 印象最深的那次 是我在寒假时 和顾瑶专门坐飞机去看雪 其间体弱的顾瑶 着凉突然高烧不断 进了医院 我妈连夜赶来 见到我的第一面 是给我一巴掌 气愤地指责我没照顾好身体 不好的姐姐 硬要拉着她 坐飞机大老远去看雪 她不知道 这场旅行 是顾瑶苦苦哀求我陪同的 还要和父母 说是为了满足 我的心愿 才一同前去 她们的眼里 从来没有我 这三年 我过得惬意自由 可以尽情做自己喜欢的事 追求自己想要的 我也知道 只要有顾瑶 她们不会过多地在意我 否则这三年 她们早就会靠人脉手段找到我 说到底就是不在乎 三天后的晚上 公寓的门铃被摁响 开门那瞬间 我脸上挨了一个重重的巴掌 脸瞬间传来火辣辣的痛 我捂着脸 我爸妈就站在门口 气愤地看着我 我妈扯着我身上的衣服怒斥 顾桥 你这个不孝女 走了三年全无音讯 回来了也没想过 要来看看我和你爸 原本的困意 刹那间被驱散了 不用想 也知道是顾瑶说的 我爸假意拦着我妈 好了好了 我们进去说 在我妈的怒视下 我带着她们进入客厅 我妈环视了一周屋内的装修摆设 难怪一走走三年 原来是日子过得好 不需要父母帮忙 我面无表情地坐在沙发上 说话时牵动到脸部肌肉 脸上疼痛加重 这一巴掌 几乎是用尽全力 这不是我买的房子 我妈脸色越发地难看 难不成是男朋友的 和她住一起 借助我朋友的 我平静解释 我爸安抚似的顺着我妈的背 顾瑶 你知不知道你一声不吭地跑了 我和你妈被多少人笑话 你妈这三年时常担心 你在外过得不好 完全联系不上你 我低下头 不去看我妈满含怒气的目光 对不起 逃婚是我做得不对 我让你们费心了 你现在打包东西 跟我回家 我不会回去的 我冷声回答 下一秒 我妈从沙发上起身 走到我面前 抬起手 就准备往我脸上打 突然传来开锁声音 玄关处的门被推开 陈静展走过来时 我的右脸 已经挨了结实的一巴掌 两巴掌 算是我对当年逃婚 让他们难堪的补偿 陈静展神色冷然 大步走过来 站在我面前 将我妈隔绝在背后 她的视线锁定在我 红肿的脸颊上 眉头皱起 不会躲吗 她语气有些生气 你是顾桥的男朋友 我妈质问道 陈静展转过身子 看向我妈 冷声回应 我是她的上司 我妈显然不信 上司怎么能随意 进出下属的家 你怎么会知道密码 陈静展无视我妈的话 将我从沙发上拉起来 既然你们要待在这里 我就带顾桥离开 她是我的下属 不可能让你随意打骂 她温热的大掌 覆盖着我的手 牵着我往门口走 我盯着她的背影 心脏突然被一股暖流包裹着 很奇怪的感觉 有那么一瞬间 我希望这双手能一直牵着我 带我远离这一切 我妈本想追上来 被我爸拦住 她在后头大骂着 顾瑶 你要是还当我是你妈 就给我老实回家 否则 她停顿了几秒 继续说 否则我以后 就当没你这个女儿 坐上陈静展的车 她依旧眉头紧皱 看着我发肿的脸 声音净透着几分温柔 你打算去哪里 我望着那盏 一亮一灭的路灯 心情复杂 整个人陷入迷茫 我不知道 陈静展没再多说什么 但我缓过来时 我已经被她载到地下停车场 这是哪里 我家 她解开安全带 下了车子 我硬着头皮 跟着她上电梯 期间 我忍不住侧目观察她的神情 依旧是面无表情 整个人透着疏离漠然 你刚才来我家时干什么 楼下的保安突然打电话给我 说有一对夫妻硬闯进去 说要找女儿 我就猜 是你的父母知道 你回国了 她身子半靠着身后的电梯墙 垂眸腻着我 目光触及到我脸上的红肿时 又会再次皱起眉头 是亲妈 打得这么重 她逼声嘲讽着 我略微窘迫地低下头 如果可以 我并不想被她撞见 自己这么狼狈的一面 谢谢你替我解围 我小声道谢 我好像从没看过你哭呢 之前你被客户为难 路上出了车祸 腿骨折 还顾着要把文件安全 交到同事手里 疼得直冒冷汗 都没掉过一滴眼泪 眼泪不值钱 也解决不了问题 我抬眸 迎上那道灼热的视线 陈进展勾唇清笑 电梯门缓缓打开 他自然而然地牵起我的手 带着我往外走 陈进展的住处 装修极简 除了必要的家私 其余都没有 厨房内的冰箱 也是空空如也 我转身 就见他靠着玻璃门 静静地看着我 两人面面相去 陷入沉默 叫外卖吧 他出声 你是不是不经常住这里 在人世 我大部分时间都住老宅陪爸妈 这里有人定时来打扫 不过我不常住 他解释不在这里吃饭 所以冰箱也没备东西 那你怎么不直接给冰箱断电 我忍不住吐槽 陈进展有些好笑道 你觉得我缺这点电费钱吗 我默默噤声 他走到我跟前 半蹲着 打开冷冻阁 从里面拿出仅剩的两个冰袋 然后将其中一个冰袋 轻轻贴在我的脸颊处 我被突如其来的冰冷感 刺激地拧紧眉头 脸敷一下 明天还要见客户 我伸手接住脸上的冰袋 不可避免地触碰到他温暖的指尖 心跳莫名快了一拍 我悄悄引去自己内心的波动 道了声谢 他将另一个冰袋递给我后 转身走到客厅的沙发坐下 低头翻看着手机 你想吃什么 他问 我随口回答 麻辣烫 他抬眸 盯了我好一会 不怕明天脸更肿吗 我立马改了说辞 那就炒饭吧 见气氛安静下来 我开了电视 心不在焉地挑选着 还未选好 陈进展已经站起身 外卖点了 我今晚不在这里睡 回老宅 我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情绪 瞬间消散成云烟 只是愣愣地应了一句好 待陈进展离开 我内心竟泛起几分失落 我用力将冰袋往自己脸上贴 用刺痛的冰杆提醒自己 不要对这只狐狸抱有幻想 因为陈进展临时有事需要晚到 此刻的包厢里只有我和张经两个人 隔着两个座位的距离 我都能感觉得到他的眼睛几乎要贴在我身上 他脸上带笑点了一支烟 将桌上那瓶洋酒拿到跟前 你和陈总说 要是实在没时间就不用来了 我也能理解他这个大忙人 工作的事情我和你谈也行 我相信你的能力 可是我不相信你的为人 我默默在心里吐槽 在桌子底下给陈进展发消息 你会来吗 他几乎秒回十分钟左右到 要是他不老实 找借口先去洗手间避避 我心里输了口气 抬起头笑脸相迎 陈总说他很快就到 已经在路上了 我边说边起身 张总 我去下洗手间 说完 我快步往门口走 谁知走到一半 就被张经拉住 他端起已经倒满洋酒的杯子 递到我跟前 陈总还没来 我们先喝几杯 我面上继续维持笑容婉拒 张总 这酒 我去玩洗手间 再喝 张经见我迟迟不接 脸上有些不高兴 你该不会是不想和我独处吧 我假笑着解释 人有三急 请谅解 你喝了再去呗 张经并不打算就此罢休 他摆明想要我喝下 只不过 他越执着要求我喝 我越觉得不对劲 我将酒推开 手腕被紧紧抓着 挣脱不开 只不过喝杯酒 你都不愿意 后面我们怎么好好谈合作 张经当即拉下脸 眼看局面僵持不下 包厢门被大力推开 陈静展直直 朝我这边走来 扯开张经不安分的手 此刻我和他离得很近 还能听到他嘀嘀的喘息声 我忍不住猜测 他是不是跑过来的 张经不耐烦地起身 你们这是合作的态度吗 陈静展冷笑 合作归合作 张总怎么还对我的下属 动手动脚 张经脸上快挂不住了 合同我看 我要再考虑签不签了 这场饭局就这样不欢而散 刚坐上车 陈静展就突然抽出一张消毒湿巾 拉起刚刚被张经碰过的手 来回擦拭着 我被他这举动逗笑 张经是病毒吗 陈静展诞声回答 我有洁癖 直到跟着他回到公司 我才反应过来 陈静展有洁癖 和我有什么关系 顾瑶的消息发过来时 我正在公司的茶水间 翻看关于江金岩的 近期头条 自那天见面后 他没再来找我 那些报道过 我和他的新闻 大多都找不到了 我猜是他处理的 点开手机 就看到顾瑶的信息 顾桥 对不起 那晚我看妈说起 你样子很伤心 一不小心就说漏嘴了 爸妈知道后 硬是要去找你 我拦也拦不住 你也体谅一下父母心 他们都是为了你好 你快点回家吧 作为姐姐 我一直都希望你能好好的 也不想你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我略过他发的那些话 退出页面 并没回复 我从来都没后悔过 三年前的逃婚决定 我甚至很庆幸 自己做了这个决定 能去国外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不想局限在我妈给我规划的未来里 顾瑶觉得我做的错误 那是因为她比我自由 有我爸妈的宠爱 有包容她的人 有追求的资本 所以她不理解 我离家逃到国外 放弃一个高富帅丈夫的做法 张晶的项目似乎搞砸了 听说她今天已经转头 和对家公司的头见面洽谈 也就是江金岩的公司 对此 陈进展没有任何反应 晚上加班等电梯时 撞见电梯内的她 我不自在地打着招呼 不仅是因为张晶的事 还有那晚被她撞见 我的狼狈模样 肚子饿了吗 她问 我正想回答不饿 肚子已经不争气地叫了 陈进展倾笑出声 附近有一家烧烤不错 要不要去吃 好啊 我大方答应 坐在烧烤摊外等上菜时 陈进展拿了几瓶啤酒过来 食指勾起一拉环开了一瓶 递到我跟前 项目搞完你要回去了 你父母打算怎么办 我喝了口啤酒 露出苦笑 这次走会和他们说好 我不打算留在这里 陈进展轻点着头 转而给自己开了罐啤酒 仰头一下子灌进半瓶 完事 她用舌头舔了舔唇周围 我盯着她泛红好看的唇 咽了咽口水 一时间心跳加快 心里有说不出的异样感 绝对是酒精误实 我心里念叨着 低头掩盖眼里情绪 又喝了口啤酒 有后悔过吗 她不经意地问 我摇头从来没有后悔过 现在的生活就是我想要的 对上她探究的眼 我又是一口酒 随后抹去嘴角的水字 继续说 从小父母就疼爱我姐 加上我姐体弱多病 于是我就成了那个没有存在感的二女儿 加上我性子却什么都憋心里 她们对于我根本就是散养模式 所以我一直渴望远离家庭去外面生活 她们要求我和江金岩联姻时 那一刻我的想法就是离开这里 我想我大概也是幸运的 碰上了你 有了你的赞助 否则没有朋友银行卡 又被冻结的情况下 我根本就不可能跑到国外去 还在国外谋职 我望尽她墨色的眼眸 微微勾唇 还是要和你说声谢谢 陈敬展偏过头去 错开视线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是什么时候吗 我想也不想就答 我和江金岩第一次碰面那次 刚好和你在同个餐厅吃饭 陈敬展文言 却是无声地笑了笑 并未再多说 吃饱喝足 她将我安全送到公寓 快下车时 便听见她说 张金的项目 你不用再跟进了 我自己会处理 我张了张纯 又和尚 最后只是回了一句好 再次和江金岩碰面 是陈敬展带我参加的那场酒会上 他见到我时 倒是没发难 反而装作不认识 大家都听过江金岩那段 为了未婚妻等候三年的事迹 但其实基本都没人知道 当过他一个月的未婚妻 是长什么样子 趁着陈敬展和别人谈话的空隙 我独自一人跑到阳台吹风 听到深厚的动静 我回头望去 江金岩就站在门边 好整以侠地看着我 定飞机了没 我看你的项目大概是黄了 我收回视线 继续看向楼下的来来往往的人影 没到最后话别说得太满 我拿起酒杯越过他往前走 却突然被他拉住 他抓起我的手 指着我手腕上那条手工编织的链子 声音隐隐发颤 这条链子你是哪里买的 我皱着眉头抽回自己的手 这是我的朋友送的 那你那个朋友现在在哪里 我戒备地往后退了几步 你问这个做什么 江金岩完全卸下了冷淡的伪装 眼眶发红 有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 也送了我一条同样的链子 我一直都在找他 一瞬间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明白为什么那天 陆婉会牵着我的手 困得眼睛快要闭上了都在说 自己这一辈子有一个很大的遗憾 没去见那个和自己约好的人 还说他失约了 江金岩的声音已经接近哽咽 漫步走过来 双手按着我的肩 能不能告诉我 他现在在哪里 我张了张唇 未从震惊中缓过来 陈静展已经过来将他推开 脸上带着少有的运气 见他遇上前 我赶忙拉住陈静展的胳膊 我没事 被陈静展带着离开时 我回头看向 仿佛湿了魂魄的江金岩 明天下午一点 在顾好咖啡厅等我 我话刚说完 陈静展已经加深手上的力道 带我快步离开会场 上了车子 他的脸紧绷着 和刚刚应酬时的亲切模样 简直判若两人 路上 他全程未开口说过一句话 直到我下车 都没给过我一个眼神 我似乎明白 他突然间态度大变的原因是什么 其我刚刚约了江金岩 我大学时 交过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叫陆婉 名如其人 他长相轻利 性格温婉 那次旅行被父母指责时 陆婉半夜打了通电话给我 问我有没有事 安慰着我说 我什么都没做错 不用为此愧疚 两人聊到凌晨 他突然笑着和我说 其实他也想看血 但是他生病了 现在去不了 带我回去 我才知道陆婉发病进了医院 现在每天都需要化疗 我就这样每天下课 或者趁着周末去医院看他 陪他说话 给他带他最喜欢吃的东西 他剪掉了那头秀丽的长发 脸上也没了婴儿肥 整个人消瘦不少 他说 他不想让喜欢的人 看到自己这么丑的样子 还说希望他就这么把自己给忘了 我曾问过他 那人是谁 陆婉只是笑笑不说话 转而和我说 今天天气很好 他想出去走走 晒晒太阳 还开玩笑说 要趁现在多晒晒 多感受下阳光 怕死了 连阳光都见不得 他说 走也要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里走 去世的前一天 陆婉突然发信息给我 说想要见我 我专门撬了一堂课 跑去见他 他异常地多话 絮絮叨叨地顾瞧 我如果真的离开了 你可不要哭鼻子 我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 我没忍住红了眼睛 握住他那双还在织围巾的手 别织了 我看你都没力气了 睡会吧 陆婉微笑着摇头 差一点就好了 正好赶在入冬前送给你 你生日不也快到了吗 我怕我一睡就起不来了 我擦了擦眼角的泪 安慰他 怎么会 明天不下雨了 我推你出去晒太阳 如露婉所愿 他是在一个明媚的好天气里离开的 他留给我一条手工编织的链子 和一条只好没多久的米色围巾 他还塞了一张纸条在里面 顾乔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哦 愿每一年你都能过得开心 只莫写着爱你的露婉 从小到大哭得最伤心的一次 是在露婉的葬礼上 我想 我很难再交到像他一样好 那么了解我的朋友了 江金言拿出那条灰色的编织链子时 我彻底相信 他大概就是露婉说的那个人 链子尾部有一个云朵形状的小摆件 上面刻着到和我的一样 他一见到我就很激动地问卓露婉的事 我缓了口气 才回答他 我和露婉是大学结识的好朋友 他已经因病去世了 这大概是我说过最残忍的话 江金言眼里瞬间按了下来 僵硬地坐在那里 许久没回我的话 我猜 他是接受不了 我就这样陪着他干坐了十多分钟 他才缓缓抬头 眼底通红一片 他现在在哪里 去灵园的路上 我和他说了 露婉住院那段时间的事情 他只是听着 也没说话 双眼无神地望着前方的路况 就像是丢了魂 没有一点生机 江金言走到露婉的墓碑前 丹西跪在地上 抬手摸着那张笑脸明媚的照片 仿佛见到了等待许久的爱人 手指都在发颤 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吗 他像是打开画匣子了一般 对着墓碑不停地说着话 嗓音沙哑 高中毕业后 你丢了条链子给我 就再也没和我联系 跟人间争发了一样 出国留学的时候 我一直都想回来见你 你却换了手机号 好歹 和我见次面啊 露婉 你知不知道 这几年多少个夜里 我都能梦到你 醒来就对着你 那个没用了的微信号发信息 你从来都不回 他苦笑地捂着脸 声音加着几分无奈的宠溺 真是拿你没辙 因为公事 我先叫车离开 临走前 江金言还蹲守在墓碑前说着话 我想 陆婉见到她 是开心的吧 这段时间 我和陈静展 没怎么碰面 就算见上了 也只是打个招呼 话题也只有工作上的事 甚至让我产生错觉 觉得她是在闹脾气 我已经定好下星期 回去国外的公司上班 也不想临走前 和陈静展的关系闹僵 于是趁着午休 我拿着楼下买的咖啡 敲响她办公室的门 进门时 她见到是我 冷冷地低下头 继续看文件 我将咖啡放到她桌前 喝吗 陈静展没回答 默不作声地拿过 小酌一口后 皱起眉头 甜了 我也不生气 笑道 下次会注意 说完我才反应过来 自己要回国外公司上班 不过下次 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陈静展放下咖啡 下了逐客令 没什么事就出去吧 咖啡谢谢了 我没再说话 默默走开 关门那瞬间 陈静展抬起了头 与我对上视线 眼里藏着波动的情绪 我总觉得 她有话要说 离开前三天 半夜是二点 本打算熄灯睡觉的我 听到了客厅传来的开锁声 我背脊发冷 整个人僵了好几秒 几乎是下意识 我冲过去锁上房间的门 颤抖着手给陈静展打电话 听到门外和缓的电话铃声 我陷入一秒钟的沉默 瞬间 我恢复镇定 打开门走到了客厅 陈静展站在玄关处 扶着鞋柜 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 仿佛一头伺机而动的狼 在窥伺猎物 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没有底气地问 陈静展 大半夜进我家干什么 他一步步靠近 在距离我半米时停下脚步 眸中带着鲜明的醉意 鼻尖还能嗅到南式香水味 夹杂着酒味 你醉了 他安静地点头 没等我那句 醉了来我家做什么 他已经弯着腰 自然地将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低声喃喃 借我靠一会 我像中了魔咒一般 真就听他的话 任他靠着 没一会 耳边传来 他低沉的嗓音 你那天 为什么约江金言 我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 我没想到 真如我猜的那样 他一直对于那晚的事 耿耿于怀 他一直有个恋恋不忘的初恋 你知道吗 他身子僵硬了一瞬 猛地抬头紧盯着我 那人是你 是我一个去世的朋友 我揉着刚刚被他压着的地方 我没想到这要巧 所以就约了 他把事情解释清楚 顺便带他去了陵园 我双手交叉 看着他惊讶的脸 好笑道 这几天 你是不是因为这是疏远的我 陈静展沉默了 本以为他会装聋作哑 糊弄过去 下一秒却听到他回答 是 我吃醋了 他盯着我 如实说着 那双略带醉意的眼睛 此刻写满迷茫 我怕你后悔了 选择了江金言 那样我做的一切都白费了 一切 什么意思 我心跳加快 有一个猜想在脑海里浮现 那次在餐厅的碰面不是巧合 是我故意设计的 包括送你出国 祝你逃婚 都在我的计划之内 我花费了好几分钟 才彻底消化完陈静展的这句话 这算什么 蓄谋已久 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计划的 我问 知道你和他的联姻消息的时候 此刻 我的心跳快得吓人 就像是一个隐约猜测 被证实后过于震惊的心情 我终于明白 他为什么会在我出国后 还负责帮我找工作 帮我找住处 在公司里提携我 给予我机会 根本不是怕我不还钱 而是他喜欢我 什么时候开始的 五年前你参加一场酒会 送你回去的人就是我 我一时间大脑混乱 送我回去的不是顾瑶吗 不过那时你喝醉了 肯定记不得了 当时你就像枝树懒缠在我身上 敢都敢不走 又哭又笑的 让我别走 五年前 不就是露婉去世那年吗 我似乎是把他当作露婉了 抱歉 我善笑着 却见陈静展严肃地望着我 你不打算说些什么吗 说什么 我突然间没反应过来 他话里的意思 陈静展脸色渐冷 继继续强调 我对你告白了 你不打算答复我吗 我被他看得不自在 转过脑袋 整个人大脑空白一片 他似乎是被我的举动伤到了 转身准备要走 我下意识拉住他 话一溜烟跑出来 我们交往吧 陈静展正对着我 一把把我带入怀中 既然答应 日后后悔我也不会让你跑了 话落他已经低头亲吻我的额头 回去前我回了一趟家 我妈看到我时 还对着我冷嘲热讽 你还知道回家 还知道有我这个妈妈 一个人不声不响跑到国外 没关心过父母一句话 我这二十多年就是白养了 我打断她的话 冷淡解释 我后天就要回去公司上班了 以后每年我都会回来家里见你们 我妈瞪大眼睛 瞬间气红了眼 你还要走 顾乔 你自己扪心自问 我们有亏待过你吗 我低着头 脑海里浮现一幕幕 他们为了顾瑶指责着我的画面 没有 只不过你们更喜欢顾瑶这个女儿 就算我走了 对你们也没有影响 我妈抬手就准备打我 最终还是被我爸拦下 三年未归家 我倒是没想到 自己的房间已经堆满了杂物 望着自己不成样的房间 我止不住地冷笑 可真是在乎我这个女儿 那次走得匆忙 许多儿时物品没带走 这次我收拾得彻底 临走前还被我妈推着赶出家门 快要跌倒时 陈进展扶住了我 他牵起我的手 往大门口走 他迎着夕阳 背影仿佛镀上了金圈 近在眼前又有些不切实际 我快步跟上他的脚步 带走到车前时 我抱着他的腰 谢谢你 陈进展转过身 把我揽入怀中 我后天的飞机 明天你先回去 没等我回好 闻已经落在唇上 触感温热而真实 我庆幸今后还有陈进展 陪我面对这一切 我爱你 他的声音贴在耳边 带着温热的气息 我紧紧还着他的腰 我也是 带着温热的声音贴在耳边 带着温热的声音贴在耳边